爸爸 拜拜 我们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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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的妈妈 你去我的妈妈 正在镜头前进行视频通话的 是赞比亚千比西 同野链公司生活区的当地员工 我的名字是Jeff Lam Chana 我的名字是Johnson Banda 我的名字是Mlala Amtungwa Amtungwa是John Gu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中国师傅 也就是他们口中的帕帕 帕帕已经退休了 但是帕帕交给他们的种菜 做面点的技能 已成为他们谋生和立足的本领 2022年7月31日 太阳刚刚升起 他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Jeff不择农场 他要和同伴一起 为今天近200名中国人的中餐 和晚餐准备蔬菜 他们在大棚里采摘白菜 在大棚外面采摘菠菜 青椒和小葱 然后称重过磅 并送到食堂清洗 切好 按照安排 他们今天要进行播种和移苗 Jeff将细小的种子掺入沙子 以确保播撒均匀 然后用塔子塔土覆盖 移苗是将集中育好的菜苗 从苗圃移出 在移入的地块上测量 打线 桃沟 施肥 浇水 移植 每步操作 都是规规矩矩 有板有眼 赞比亚气候好 阳光充足 这里的植物 一年四季都可以生长 农场采取分批 挫茶种植 不一会儿功夫 一小块土地就完成了移苗 一个多月后就可以吃上这茶蔬菜 随后 Jeff非常自豪地介绍起每种蔬菜的名称 这个是拼运纹 英语 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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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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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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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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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 是 与此同时 乌拉拉在食堂准备第二天的早餐面食 这是在做馒头 然后是葱花卷 肉松卷 豆沙卷 最后是面条 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 接二百人的早餐面食就做好了 他们四人都曾经在帕帕的指导下工作 他们非常想念帕帕 为此我们微信视频 连上了退休在山东老家的帕帕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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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媽媽,你不在家? 媽媽,你不在家? 好,好 好,好 你去中國? 中國是好嗎? 好,好 好 好,好 好,好 媽媽 媽 爸爸 媽媽 爸爸 媽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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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去中國嗎? 你去中國嗎? 我去中國 你去中國有什麼朋友? 你去中國有什麼朋友嗎? 我沒有朋友 我照大 我照大 爸爸,你的孩子好嗎? 我的孩子是太太好 太太好 所以你不是來 Zambia嗎? 不是,我不是來賛成 你來賛成 我來賛成 语言不是障碍 由于长时间的故事 中英混杂的语言 他们都能听懂 并完美完成了情感和信息的沟通 帕帕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评价吧 我会认识 Mr. Chang Mr. Cho Mr. Lee Mr. Chang的父亲是一位好人 是一位 humble人 他懂得帮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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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他 因为他改变很多东西 任何人追求他的命令 他永远不忍得帮助 因为他是一位好人 他懂得帮助人 他懂得帮助人 我以前来帮助人 我来帮助人 我来帮助人 但是现在 我懂得帮助人 我可以做自己的工作 我们知道帮助人 所以谢谢爸爸 Mr. Chang 我们回到中国 但我们试图帮助人 然后我开始工作 在CCSC 我认识 Mr. Zhang 他在工作 他在工作 我认识 当我和他在习惯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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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习惯 就是小小的 我做些时候 我认为要做一些好吃 我做一些好吃的 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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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人来做这些 帮忙的 他很好 他做的好人 跟他做的 他做了很好的工作 他现在跑到中国 他认识我做这些工具 现在我明白 我可以做这些工具 我甚至可以做这些工具 在我的未来 如果我失去工作 我愿意购买工具 我会做这些工具 我会做这些工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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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依依不舍中 他们与帕帕结束了此次通话 帕帕只有小学文平 只是闯非洲的百万中国人中 最普通的一员 但与当地员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带出了几个好徒弟 我们相信 还有很多与他们一样感人的故事 正是他们如沙丽一般 细腻真实的交往互动 才真正构筑起了中非之间 恒久而牢固的友谊桥梁 向他们致敬 也祝愿中非人民世代友好 情谊长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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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